把这皇帝赎回来 如果你皇帝出了家了怎么办呢 他就把赎回他的钱拿来再盖庙再度僧 请问除了梁武帝以外 有谁有他这么多的功德 所以梁武帝问说 我做了这么多事 这有多大的功德 正要跟达摩来吹牛皮的时候 达摩说 无功德 这乃是人天小果有梦之音 你至多升天而已 功德是什么 是我自己行功 我自己有所得 这才叫做功德 就跟我们练武功一样的 我们练武功怎么样 你不练 没用处的 我们现在教相公也好 教瑜伽也好 你怎么能够得到里头的三妹 得到里头的真正的让他气动 你必须自己练 练什么 练功 你自己练了功 你才有所得 得者 得也 我们把中国古说这些抽象的东西 变成实际的东西 道是什么 人人都可以走的道 这叫道 得是什么 你走这条道 你可有所得 这叫道德 人是什么 人 人人都应该有的 而是对别人 两个人 才能成为人 意者是什么 意是合一 理是什么 理是合理 把这些东西了解了 我们知道 所有各地方所说的那个功德香 那只是去我们贪的一种不失而已 真正做功德 不是说我今天做了时装乐事 我把这前哥的功德香里头 我就有功德了 不对的 功德 自己行功 自己有所得 才叫功德 所以必须向内求 不是向外 不失的 请看八十九月的第二段 第三个神圣的原则 善巧的动机 让修行成功的不执着的态度 和修行结束时的回向 能够让你的禅修 具启发性而又有利 伟大的西藏丧尸 龙青八 赞叹他们是 真修行的心 也和生命力 柳书刊部说 成就完全的觉悟 有了这些就够了 但少了这些就不完全 所以我们头一个 我们要问发愿 动机 你这个动机是什么 我们自己问了 我们在这学佛 我们什么动机 我们是求人间的福报 还是为了向外 显露 show off 因为现在学佛 变成很时髦 甚至于出家 变得很时髦 所以在台湾 我们每一年 有很多大专学生 知识分子 几万人出家 但是到了年末的时候 有一半找得到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出家 以为出了家 这就是救济 不是的 所以我们真正知道 要了解 学佛的动机是什么 假设我们现在受了一个刺激 我们看到 原来这么伤心 这么难过 我还是学学佛了 这个动机都不纯正 所以你先看动机 动机有了以后 于是你动机只要对了的话 你的方向就对了 我们要知道 一个方向 十之毫里 六以千里 毫里之差 开吓 开吓的动机 有毫里之差的话 你最后 可以差到千里之远 所以动机这方向 非常的要紧 而且不执着的态度 这一个不执着态度 我对于一切 按照孔子所说的 无义 无必 无故 我 这个四个物 要时时刻刻记到 这样我们才真正能够不执着 你能够这样子的话 你才可以把你的心 放在正的路上 把你的眼看到正前方 把你的生命的力 用在恰当的地方 能够有这样子的话 你才真正可以完成 否则的话 少了这些 一样东西都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高处着眼 低处着手 看 看得非常的远 但是真正入手 从最低的地方入手 千万不要高处着手 低处着眼 那两个一定迷失方向 我们都想要 我一步登天 天底下没有那样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眼光要放得远 这就说目标要正确 但是我们要做 从最细小的节目做起 所以白居易去问鸟科禅师 怎么样修行 他说诸恶莫做 众善奉行 白居易说 三岁小孩都知道 鸟科禅师说 三岁小儿小得 八师老翁做不到 所以说 众善 众善奉行 众善奉行是目标放得很远 众恶莫做 是小小的恶都不要做 是低处着手 所以我们学佛记得 这一个学佛的目标是什么 先搞清楚 不是求人间的福报 不是免除人间的 我这一次的情绪的激动 我来安抚他 不是的 这个目标非常的远大 这一个很远大的目标 还有比生死更厉害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吗 这一本生死书 就是告诉我们 世间一切名利全情 没有再比生死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对于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们从来不把心搁在上面 从来不去研究它 从来 根本就没有把心放在上面 所以我们 生不知生从何处来 我们死不知死相何处去 假如说我们抱着非常大的好奇心 来研究研究生死 这才是正常的目标 释迦摩你舍弃一切 只为了一个目的 了生脱死 所以把这一个动机知道了以后 然后你从低处着手 慢慢的去除习惯 去除习气 了解一切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我们常常说 等我发了财 我要盖一个养老院 等我发了财 我要盖一个孤儿院 你现在为什么不静静老 你为什么现在不去把你有余的一点力量 去照顾照顾孤儿 我们认为这是小善 我不削以为 我要做就做大的 其实这是借口 公正发了愿的话 随时随地都可以在那布施 随时随地都可以在那慈祭 不要等到我们 说是有了大 发了大财 有了真正的人 我们才要做大功德 这些小功德 我不削以为 因为我是有大气败的人 我是有大成的 这个学佛的人 不要这样 我们要做 还是要学 神秀的 时事常夫使 末教若尘埃 虽然他没有得到衣钵 但是我们现在 暂时还只能学他 因为我们还不够资格 菩提本无数明镜亦非才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个资格还没到呢 还差得远呢 我们现在还得要实时地来擦这面镜子 让这面镜子 尘埃慢慢地去掉 请看正面休息的第二段 正面的休息就是要把散乱心带回家 借此可以把生命的不同层面集中起来 这称为安住 安住可以完成三件事 第一 自己被裂成碎片的所有部分 过去一直都处在战争之中 现在则因安住而定下来 而融化而变成朋友 在那种安定之中 我们开始了解自己 有时候甚至还可以瞥见自信的光芒 所以头一样 我们大学里说 知指而后有定 你知所指 这个指是什么呢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心明 在指于至善 其实大学这三句话 包括儒家所有的思想 而这三个思想 跟我们佛家说的 自觉 觉他 觉心圆满 对不对 在明明德 在心明 在明明德是自觉 在心明是觉他 然后在指于至善 这一个指于至善 是觉心圆满 这是世间法的 所以大学跟着说 你知指 知什么指啊 指于至善的指 所以我们目光放得非常远 你知指 你目标有了 然后你才能够定 你定了才能够安住 知指而后定 定而后能安 安是安住 我们不再乱七八糟了 我是今天 应该让他进步 让社会进步 让我发财 让我改进这些东西 我还是应该 把生死的问题先了解 你不知指的话 不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 你没法安住的 当你真正安住了以后 你这样的话 你才有 这个第一第二 这些东西 因为怎么样 当我们安住了以后 我们知道 这就是我安身立命之处 所以你们的这样 你学佛不会退转的 这是我安身立命之处 我不会把我的这个心 分到明 分到力 分到情 分到权 这一看这一些东西 都不值得让我们太费心力 于是把我们这所有撕裂的 想要努力的 想要做的 这些事情 我们学了佛以后 我们觉得 我们再弄这些东西 很不应该 然后呢 不弄这些东西 我们怎么能跟离人比呢 怎么能跟朋友比呢 于是我们永远在矛盾中 是世间还是出世间 其实都是世间的东西 因为我们孩子活在世间 这样的话 头一个你自己不被撕裂 你不会自己两个不同的 在那斗争 自己来矛盾 我们也许在打坐以后 想着 哎 这世间这些东西 实在是不值得一顾 觉得我应该 好好地超然一点 当你刚刚这么想 突然间 一个外界的引诱来了 我们带着他走了 心想 你这么样 不是自己完全没有进步吗 这个社会不是退转吗 于是我们就在矛盾 撕裂的中间 整天在挣扎 所以第二 第二是正面的休息 可以舒缓我们多生多世以来 所累积的负面心态 侵略性和混乱情绪 这个时候不是压抑或沉入情绪之中 而是尽可能以开放 扩大的宽容 来观察情绪 念头和一切生起的东西 所以当你有了正当的观念 正当的目标 你安住以后 于是你把这一些本身的矛盾 把它统一了 那么你这个都没有了 但是这个正面呢 有时候并不是说 我们可以常常不停地保存的 于是呢 你必须正面休息 可以让我们 因为我们八世田中 多生雷结 积散的那些成垢啊 不是一下就去掉的 这下就慢慢来 但是所谓慢慢来 问题是 学佛跟做学问一样的 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所以为什么六波罗蜜里头 要有精进这一个 就是说我们一天不进步 水 望我们 望下流走 我们只要不望前进 就往后退了 所以说学入溺水行舟啊 不进则退 所以在这样的话 我们了解这个的话 我们不会再沉入在情绪之中 我们非常情绪化 这个情绪化呢 就是外面的八风 给我们吹动的 这一个得实 荣辱 毁荡 撑击 这个八风一来 我们情绪就变了 这情绪一变 我们立刻跟着情绪走了 那么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不可能 自己从情绪中解脱 假设我们能从情绪中解脱的话 我们这些烦恼 无畏的烦恼可以说 完全对我们没有伤害的烦恼 对于我们 全都不会有影响 这才叫做真正的修行 请看九十月的第三 这种修行揭开 并显露出你根本的善心 因为它消除了你心中的仇恨或伤害 如果消除我们的伤害心 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 借着慢慢去除我们的仇恨心和伤害心 使我们自信中的基本善心和仁慈心放射出来 成为一个温暖的环境 让我们的真性得以绽放 你现在会知道 为何我说残作是真正和平的修行 它是真正非侵略性 非暴力的修行 是最真实最重要的武装解除 我们伤害我们最大的 不是外头人的伤害 伤害我们最大的 一个是愤怒 一个是记恨 这个最容易伤害我们 我们为什么愤怒 因为别人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所以我们生气 别人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是别人的错误 我们把别人的错误 用来惩罚自己 我们 对于一件过去 别人伤害我们的事情 我们怀恨在心 恨得咬牙切齿 恨得我们终生都在那恨他 为什么恨 因为他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他做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是他的恶劣的行为 我们把他恶劣的行为 用来折磨自己一辈子 惩罚自己一辈子 天底下有这么笨的人吗 对 我们人人都是这种笨人 今天请看自然的大安详 这一段的第三行 整个参作过程 可以简化成这三个重点 把你的心带回家 放下 放松 每句话重点都包含着 许多层面的意义 把你的心带回家 意思是 透过正硬的休息 把心带进安住的境界 其深意是 把你的心转向内在 安息在心性之中 这本身就是最高的禅定 所以禅定 不是说 让我们 盘起腿来 才禅定 这是禅坐 只是训练我们 能够在这个坐的中间 知道禅定的滋味 真正的禅定的话呢 就是说 每逢到任何 这种逆境发生的时候 我们能够不能够定住 所谓定住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不受 外来的这个刺激的影响 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情绪 就让它外头的东西 搅起浪来了 所以描写第八诗 冤身七浪 尽为风啊 本来这个第八诗 是非常深深藏在内面的 它这么深 但是怎么样呢 前头的七浪 新风作浪 这一个很深的 很平静的 这个第八诗 起了波浪 这一个浪头 为什么起 外境的风 紧为风 所以说 冤身七浪 前七诗 发生浪 这个浪头怎么起来 外境给的风 假设 外境的风来了以后 我们八风吹不动的时候 你这个新的浪 不会起来 你不起浪头的话 这个才叫禅定 不是盘起腿 把坐 进入禅定 腿放下来 我们照就跟平常人一样 不是的 放下就是把心 从执着的牢狱中解放出来 因为你认识到 一切痛苦 恐惧和挫折 都来自执着心的贪欲 在比较深的层次里 由于你越来越了解心性 而产生的体悟和信心 可以启发深广而自然的宽容心 让你解脱心里的一切执着 让心自在无碍 在禅定的启发中融化掉 我们最大的烦恼 最大的痛苦 就是我们非常狭窄的 跟机心那么小的心 这一个心啊 别人甚至一个眼睛看我们 一句无意中的话 我们都觉得是对着我说的 都要把它记在心里 牢牢的记住在那儿 使我们的心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狭窄到我们有时候 连我们自己都能不下 那么假如我们了解了这个的话 我们把一切的事情 把它看开 放宽 怎么看开 怎么放宽 我们站在别人的地位上 替别人想 能够这样子的话 当我们处身 设身处地 站在别人的那一个立场 我们替他想一想 我们就会原谅他了 问题就是常常 我们都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 看别人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就跟圣经里头说的 我们只看到别人眼中有刺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眼睛里头 有个梁木 有一个梁 竟看到别人的眼中的刺了 我们不知道我们眼睛里 岂止是刺 是一个大柱子在那儿 能够把这个柱子去掉 我们的眼界就开了 当我们眼界开的话 我们心界也就开了 当我们心界开的话 我们发现没有一个人不可原谅 就是食恶不舍的人都可以原谅 这个才叫大慈大悲 否则我们整天说慈悲慈悲 行善行善都是假的 全都不是真的 所以放松就是心要宽广 所以你所谓放松 刚才打坐 我跟诸位说有几位眉头老在那皱着 我替你们把眉头弄开 你们又紧上来了 所以我后来说 请你们面露笑容 当我们把这个笑容浮在脸上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肌肉都松开了 当我们肌肉都松开了以后 我们的面容就柔和了 柔和了以后 眉头也不皱了 而且你常常笑 我告诉你们 保持青春 一直很多人问我 你怎么能够八十几岁 还不像八十几岁的 只有告诉诸位 常常笑 常常把心放宽 常常替人家想 永远面带笑容 永远跟人说 谢谢 对不住 从心里头说 谢谢 从心里说 对不住 而脸上 永远是笑容 我感保诸位 将来到八十岁 你们都比我年轻 因为我知道这时候 已经太晚了 同样一页的倒数第五行 你的散乱心 集中到安住的正面中 并在你的内心 唤醒明鉴的觉醒和关会 你将发现 你将发现 你的一切负面心态 全缴械了 你的清脑溶解了 你的混乱慢慢蒸发了 如浓雾融进你的广大无瑕 绝对自信的天空中一般 对 所以 我的这个心呢 永远在散乱 为什么散乱 我们在追逐 追逐外面的一切东西 我们能够把这个散乱的心 集中进来 观自在 观谁自在啊 观你的心在不在 观自在很难修 难修在 我们没有办法 把我们的心 搁在我们的心腔里 永远观自心所在 当我们能够观自心所在的时候 然后 我们才真正的 这个叫做安住 真正能够安住的话 你能够安住的话 我们心里头 没有在这些 凹七八糟 乱七八糟的 这些烦恼 这些东西 这心空的 当你心空了的时候 真空才能生出妙有来 不真空 没法生出妙有 因为你真空 你生出妙有 这个妙有是什么 波罗 智慧 所以当你心里头堆满了 贪 吃 吃 满意 满满满满的 再也容不下 其他的东西了 你的智慧 波罗 没法生起来 所以唯有在真空 才能生出妙有 请翻到九十二页 第三段 因此当你谈作的时候 重要的是创造正确的内心环境 一切挣扎和奋斗都来自狭窄的心境 所以创造那种正确的环境 有助于你达到真正的禅定 当幽默和扩大呈现时 产典不费吹灰之力就生起了 我们学佛 大家不要板起个面孔来 我最怕学佛的人 有一身佛气 这一身佛气啊 我告诉诸位 不但你们的家里人会敬而远之 认为你简直是发神经 而且觉得非常可讨厌 所以学佛 要知道 佛法在世间啊 是活泼泼的 是活的 不是死的 而且学佛 没有什么了不起 不要把自己当作 我学佛了 我是圣人 我是善者 我是来逗你们的 这个心千万不要存 一存的话呀 你的丈夫 你的妻子 你的儿女 离你越来越远 你只是 觉得这是应该的 这是当然的 我学佛 为了谁 为了我自己 所以 当你这样的话 你的心胸非常的扩大 你甚至非常的幽默 你不是幽默别人 而是幽默自己 把自己作为嘲笑的对象 这样 你娱乐自己 也娱乐别人 而人家说 原来学佛 可以这么快乐呀 不是让人家觉得 学佛是个艰难 痛苦 而且非常非常严肃的 慢慢的 我们自己越来越柔和 我们说话也柔和了 我们长的样子也柔和了 我们的行为也柔和了 我们的心情也柔和了 当我们都柔和的时候 跟着你周围左右的人 都柔和了 因为坚硬 强悍 完全有影响力 所以我们普通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们怎么起冲突了 就是大家都蹦起了脸来 你蹦的脸 我比你蹦的还厉害 你说一句话 刺我 我必须说两句话 刺你才找回本钱来 这样天下打乱 所以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的话 我们就知道 这个就叫做修行 这个就叫做禅定 有时候当我禅坐时 我并不使用任何特定的方法 只是让心安定下来 尤其在受到启示的时候 我发现很快就能够把心带回家和放松 我静静地坐着 歇息在心性中 我不去怀疑是否处在正确的境界中 一点也不用力 只有充分地了解 清醒和不可动摇的笃定 当我在心性之中时 凡夫心就消失了 没有必要去维系或肯定自己的存在 或者是当下的我 一种基本的信赖感就呈现了 不必特别去做什么 我们真正想要打坐的时候 只有两种情形发生 一个是昏沉 一个是散乱 为什么昏沉 我们想好不容易我休息休息了 这一放松睡着了 这叫昏沉 还有一个散乱了 我现在要打坐了 我一定要把这心收回来 当你说要把心收回来 这是第二个妄念 妄念之上加妄念 所以现在 我只是说 在这一个刹那之间 你们是不是心都在里头啊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让你们 听用观世音的法 或者是用安班手 一法就呼吸的法 只是为了说 你把你的心收回来而已 而你假设说 恩要把妄想心 妄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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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欢迎订阅 谢谢观看